嗨 欢迎收看绿语加油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关于是颜色有关的词 颜色是日本语叫色 上次也可以介绍了 但这次是稍微一点点不一样的概念 我可以介绍一下 首先是颜色有十二种的一个基本颜色 就是基本的十二色 首先是赤 青 青 黄色 緑 紫 不啦さき 黄 白 白 白 黑色 黑色 黄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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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颜色,对吧? 但是这些都是,我刚才读的都是名词 所以你们也记住了是名词和名词的话,中间加一个の,对吧? 比如说是红色的手机,那你可以说赤の形态 赤の形态,青の形态,黄色の形态,这样说也可以的 但是呢,一些这些刚才介绍当中,这个变成了形容词那样的说法也可以 形容词的话一般是后边应该是一节位,一节位,对吧? 所以一节位的形容词的话,后边加一个名词的时候不需要加一个の 所以赤是可以改称到赤い,赤い 所以赤い的话它是形容词,赤是名词 所以赤の形态,或者赤い形态,赤い形态 意思是差不多一样,几乎一样,但是语法不一样,所以请注意 那如果能形容词的话是刚才介绍当中有多少呢? 我们看一下,首先是我读一下 赤い,赤い,青い,青い,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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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い,白い,白い 这些是基本上都用形容词的话也可以的 如果这个规则你知道的话,任何一个名词 然后前面加一个这些规则来加加搭配的话 就可以你的日本语的单词量可以增加的 好,那么今天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